我们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尽快兴会心描迷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描迪胜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描迪胜 印良日月最长生 印良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胜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那么无量寿庙 至圣王蕾老祖 大宗不亚首 妙之身 妖三妖族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市 八斗道场 所有玄士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谈解 洪水学 洪水学 堂局环境 堂局环境 有内堂局 外堂局 中堂局 内堂局 这办公室 佛堂是内堂局 办公室的内堂局就是主位 前面的名堂 那是内堂局 你们自己的办公桌 前面堆了乱七八糟 要注意 内部人事会不合 内部事情推不动 内堂局的乱 直接进入我们的市田 坐在办公桌的位置特别多 进入市田脑海里面 自然就发售出电波 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 影响到你的员工等等 所反售出来的就是乱的时长 所以前面堂局 然后就有一个物质与能量不灭定律 的原则完全相符 所以内堂局办公室 办公桌前面要弄干净 再来办公桌的下面 我看过很多信众大德 他的办公桌下面呢 堆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堆了酒瓶 喝过的酒瓶放在办公桌下 甚至下面放着小电红扇 再吹 到最后来 腹部都会长瘤 会生怪病 我印证了不少 我们自己的同修也一样 他师父 他的肚子里面都怪怪的 检查没有病 我那很简单嘛 你办公室 办公桌下面 放着电扇怎么拿掉就好了嘛 哎呀对啦 我就放一个电扇 小电扇吹比较凉 你吹一吹 会吹到医院里面 住在病房里面就很凉了 就拿掉了 好了 放一些酒瓶 一些酒瓶呢 我们的四田里面 我们的守护神呢 守护神和你环境里面 会直接反射到 你的四田里面 到身体的机能 在桌下的堂局 你放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身体怪病会很多 就会来了 曾经有一位我们老信徒 他很喜欢石头 大大小小的石头 去捡回来了 都放在桌下 放在桌下呢 有一天听我在上课在讲 桌下都是很多 奇奇怪怪的乱石 那就破 就破军星 会长 会长 尝着五脏六腹的 牛 奇奇怪怪的牛 他听了 他就感觉肚子都很怪 去检查了 肚子里面的到处都是牛 好 怕到 就把它全部搬走了 搬走了 并不是搬走就好 要用第二处洗米水 洗一洗 头下洗洗的 你再坐上去才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位先生 他来跟我说 叔 我搬走了 会比较好 但是还没有完全 你没用 第二处洗米水 第二处洗米水是洒净的东西 你把它洗一洗 那就好了 那就是一种气 抑护在身体上 那就内塘菊 还有我们床位的下面 放了烂七八糟的 晦气物 破铜烂铁 我们的身上 睡得会怪怪 多梦 患得患失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像有鬼压床 这看起来又没有 那就是床位的内塘菊 所以我们老一辈子的老人家 都很节省 就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捡回来 放在床下 结果身体怪病 怪来了 检查没有病 人就会难过 这也是床位的内塘菊 你们回去用了就拨拨 会比较好睡 身体比较健康 这就是洪水学的奥秘 居家环境 就是洪水学 环境学 就是环保学 环境卫生的保护 就是环保 所以同修 我们破桶烂铁不要摆在桌下 也不要摆在床下 这样的话 你会比较心安 会比较顺利 比较平安 祝福各位 国外维新闲事及时光散诸事 洪水就是最高境界的环保学 我们一般环保 比较平常化的环保 就环境卫生的保护 要进一步的环保 你就是要懂得 洪水学的玄空学 玄空爱兴 玄空爱兴 你爱到前面 山壁就是露存 五皇到前面 就是连针 七四就是破军 九族活 在明堂 就是毕兴 好斗好战 好胜 所以三星 三年九孕 各孕都有他的明堂的吉神 和坏的神 吉星和凶星 把吉星当元得运的是为吉星 吉星 把衰运过去运的是为凶星 所以你要三星 要到达 望山望向 那才是好的 堂局 都是上山下水 表面看了没有什么 很干净 事实上 这气的循环 已经 在 前面 有凶神恶煞来了 所以洪水学 有无形 有形 有形看得到 无形看不到 但是会感应得到 所以就洪水学的奥秘 同修 多多领悟 你会感觉很快乐 堂局 就是前面 正前面 左边 右边 有的来客 有的来生 有如我们现在 八运 八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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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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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牧 牧客圖 牧客圖 劫財 是兇 在堂局裡面看出去左右很重要 曾經我們有一位老師 學校主任 他住家是毛山友相 他的門開在昆坊 汪淳主任 阿淳校長 你這門開在樹立是要劫財 破財 樹立也是文局 你常常會莫名其妙 會被A遣走 不是啊 奇怪 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我都會狂狂心情 糊裡糊塗 幫人家簽了保證 就要賠了好幾百萬 而且他家的鋼琴在澳樓 夫妻去學校上課了 家裡只有老媽媽在家 小偷來 鋼琴從澳樓調到玉樓來 跟他說 鋼琴我要再去修理 媽媽說謝謝你喔 你這麼好啊 我兒子跟徐霍回來 找不到鋼琴 怎麼鋼琴不見了 他媽媽說你 叫人來收你 他用車給他載 在台灣問我 怎麼載出去 我還說謝謝呢 怎麼這麼好 我愛啊 換了結星 是蘇力 門開著蘇力來扣中共 扣連運 這樣就對了 所以孩子 都很高興 奇怪 薪水贏回來 給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很開心 可以帶著 怎麼會鎖 誰人提議都沒有 這就是 唐局 左邊 你全空愛心 一種氣 引發 外在的 凶神惡煞 到皇族裡面來 所以這個是 三元九印的全空愛心 非常的重要 又有一家 我們也是學校主任 他的孩子 非常優秀 鋼琴非常優秀 留意大利回來了 但是工作都找不到 光你的住家 也是以三尊相 愛心出來 門開在隆邊 開在隆邊 來客 沒有貴人 萬里很簡單 你在湖邊裡面角落 把牌個水族箱 讓那個水洞 讓他四九為由 就有貴人了啦 四九為由 排下去了 排不到三個月的女兒 在某一個大學 應徵音樂老師 三十幾位 只有一位 他考上了 這就是風水學的奧秘 趨吉避凶的法則 祝福各位 各位維新顯示 及各位鼠王善知識 風水學的奧秘 就是扭轉乾坤的法門 好 我們的法門 有這個扭轉乾坤的法樣 各位同學好好修好好學 你們就可以應用 我講的很多 你們只要靜心 多呼吸 有一天就會用上 我們再有一位師兄 他一直高血壓 好 高血壓 黃祖師座北朝南 座北朝南 二字八九一二三 三字中 四五六七八六一二 四立文曲到這裡 屋子是奏祖山五項 把他的房間睡在這裡 把冷氣 創情冷氣在這裡 在這裡樹立 就來扣中宮 就來扣中宮 木 刻圖 扣中宮 而且是老爸 住在這一間 他最也是 頭 向南 這個雖然是龍變動 也是勢力扣中宮 所以高血壓每次都飆 飆到兩百 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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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怎麼樣吃藥都沒有效 有一天到全國室找我 看他的年紀是中上年紀 他為什麼會這樣 我就問他住家的情況 查了結果是羊咬洞來扣 那就羊仔有問題 羊仔洞的問題在城方 這次才城方 洞 我去了解結果 我就是城方 樹立的地方 洞樓 洞來扣中宮 問題出在這裡 床位睡在這裡 頭在這裡 也是樹立扣中宮 大中宮 小中宮 全部都扣了 所以高血壓降不下來 好 問我怎麼辦 就把那台冷氣拆掉嘛 好 又之後怎麼辦 電風扇嘛 這樣而已嘛 好 為了救命 把電風扇拆掉了 把冷氣拆掉了 然後他的床位 改來睡這樣 好 改睡這樣的話 腳不會一直伸出去 把這個冷氣 是在這勢力 是整棟房子的勢力 不適合 那你的冷氣 可以移到這邊來 來吹 那就好了嘛 好 改善之後 血壓就正常了 很奇怪喔 那有名的醫師 問他呢 你吃什麼藥 他說沒有啊 我把冷氣拆掉 床位改了一下就正常了 不可思議啊 這個也是內堂局 臥室的堂局 住家的堂局 好 這個一個例 中堂局 中堂局 就是住家 中堂局 有天井 中堂局 有天井 那你需要注意 上面的風 不要讓它 被推下來 然後這物極 這物極土 物極 連尊 联征公衛 联征公衛是阴阳变化不一 是联征 勿集中工 也是中明堂 中明堂 你不要去做一些石头 摆得很好看 但是要注意 家里的内障 会生 盖化了十九 我也会不好 会影响 你的心脏 那物极 就都天都地 都天煞 物极都天煞 物极都地煞 都天煞 会伤身体 会伤人命的 所以防止 你中工 有做中庭 最好 弄干净就好 不然这个气一转 阴阳变化不一 因为五房 是连针 情实多云 偶尽余的 格局 所以家里住了 也就平安 会发生 问题 各位要注意 祝福各位 各位围巾闲事 及各位主皇 散租事 我们房子很大 是很好 但是你要会装置 要会布置 否则的话 弄巧成熟 环绕会一大堆 也不知所以然来 我们在台中市 有一家人家 他的房子很大 里面是开 整所 中间一个中庭 中庭里面水 就喷水 儿子就很 孝心地 帮他 共奉一尊 弥陆菩萨 陶瓷的弥陆菩萨 在水池边 看了心情很 愉快在笑 但是他有 但是他有那种水 喷水 水淋头 人在头顶 这一位医师的老妈妈 她每天疼 疼得这样疼过了 你疼不疼 有一天 就到五街 五街 经修院找我 说为什么他 头痛那么多年 要做医不好 你不去找医生 因为我出来的就是医生 他儿子就是医生 在为人看准 但是他的头痛 医不好 然后我再帮他 沾一个掛 这洋药有问题 洋药 洋药有问题 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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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药 洋药 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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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戍质 都天都地 那就是忠攻 郭药 就是中功 我说老菩萨 你皇子的中功 都天都地 那你有煞 我不认为有煞 我孩子帮我做了一个 很漂亮的水池 日式的水池 共同一尊菩萨 弥陆佛 笑眯眯的看得很好 但是呢 他有头上用水 水淋头的小喷水 把它淋头 问题就是这里 问题就是这里 物极度天 阳窑为死 头 阴窑为身 阳窑 就是我们菩萨的头 你用水淋 水淋 水就是为阴 水来淋就阴 就没有能量了 主人家 你一定 头发疼 疼不好 你再多的药 还是无效 这位老菩萨 这位老菩萨 很欢迎 这边跟他儿子说 他儿子再来精修院 问说为什么会这样 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他 他儿子也为了 妈妈的身体头痛 他就自己治不好 然后就把那个弥陀佛 请到屋内 来供奉 好呀 头发不疼 所以 这位老菩萨 他很感恩的到处帮我 介绍有缘的人来普卦 我生意才一直好起来 这样也结了这么多的缘 包括你们都一样 也是和他们有连带关系的 法源 这个宗明堂 宗明堂你 不要随便把用佛像 水南头 水南头你就头发疼 由我没落在这 所以又有一个案例 又有一个案例 也是宗明堂的 宗明堂的案例 很多 骑行怪状的案例很多 然后有一家 中明堂 这物极 这中央 这物极 那物极上面 他这是五楼 他为了要 让这个空气能对流 五楼他就把他装一个 正中工 装一个戳风机 戳风机 他装上去了 没有感觉什么 过几天 淘楼也硬 家里的人都淘楼 四次求医 没有效 这什么活着共振 也振不了 抵不够 让个戳风机的振那么厉害 他就 一人到了 来找老祖 请求 一条 解除烦恼的路 我用一张挂 就是挂像 扬过 这中 一条 你看 或者 锅 保护 その 那就是什麼 內中庭 內堂局 屋頂 還有那個天井 他就要背後 整一支馬達 那個叫吃風機 這一動 就是中間動了洋洞 洋洞 這動得太厲害的時候 轉入陰 所以頭昏腦脹 頭昏麥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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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而已 我聽著聽著 吼吼就麻麻 說 那台電風 海醫的頭昏這樣說 整個那樣說 我人家電風 她也沒有幫你做什麼 她負責她的責任 幫你幫我頂檔而已 她負責她的頭昏麥暗 這就是風水學 要注意 祝福各位 各位微信顯示 及各位時光散知識 海洋載風水學 外堂局 內堂局 中堂局 外堂局 不是只有前面 也有後面 也是外堂局 我們曾經有一位 信眾大德 把她家裡 常常遭小偷 黃子正後面 空地 站在一個小花園 花園 這裡裝一個 馬達 不管是在水在怕水 湊去樓上 這裡還可以耶 這裡就灑水 這裡就灑水 這個馬達 就旋入 動 把她家裡常常找小偷 奇怪小偷晚上要睡就来了 每天都不一样的小偷会来 太莫名其妙是怎么办 后面就去做一个铁窗 小偷就从前面进去 黄不胜黄 装警报器也没有用 有一天和他的朋友有事情要我来收招 家庭冲换殷杀 你家里玄武在上面 动得很厉害 玄武动就是范小偷 收拾收拾 后面正中央有一个抽水马达 打到四楼 然后再下来的 抽水马达在正中宫 这样就换上小偷 小偷莫名其妙会跑进来 小偷进来偷东西 偷到没有什么可以偷了 老大跟牧师说 你什么东西 搓到哪里 你看搓到比主人更忙 所以很惱恼 我问我怎么办 师傅 小偷报警也没有用 抓到了去的第二天又出来了 第三天他又来了 这就是你的住家外堂局 屋后正中宫 你一个抽水马达 夹压马达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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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位信徒 他说 这都是水电塞浦家的 你不要跟他说 那大廟要安抹 我也想到那些都方便方便 就叫我安抹 那是你自己来的火断 就叫我 趕快拆一拆一招 那不然 你要刷在这边刷一拥兵来 那就好了啦 刷了就不要再发生 小偷报警的头发生的东西 外堂局 还又有 那些师兄 一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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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大大的 抽风机 还有装 它是普拉佩拉的 在這裡看著 額外看著這個好平 一個普拉佩拉 旋轉的抽風機 因為這是地下室 它家是地下室 裝那個抽風機 在樓上嘟嘟在它看著額外 在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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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它 哪後就開始怪怪了 整個火哪後都出問題 嚴重又嚴不賣 那怎麼辦 怎麼辦呢 把人的禮物還沒辦法叫他疲 那你如果沒辦法去蓋 在那裡在那裡 簡單一點 然後我來蓋他說 沒有在這裡 用那個烤漆板做一個 關關的鐵片 跟著呢 那要來 蒸我們來的 會不會影響隔壁 那關關的 我們在平方跟著呢 那就好去了 那外常局 把人的影響到我們界別來 做起來帶起來 哪有就都好去了 很奇怪 所以我們的生命 很韌 但是我們的身體很脆 能量很強 物質就身體很弱 然後 這個風水學 也影響到 這個唐局 那另有 我們一個信徒 他一口在他們處 這是一個風水 你外出 你外出 我外出 你外出 在這邊來 唱會 在這裡來 這就是大頭 上吊 上吊树 这一带进行处的人 这右边是女性 女生 厂长发不吊刀 母亲要去怀疑 然后再找老祖 老祖说你出后好朋友 那种像我白人的 像我当你们这儿来 好朋友那么大张站起来 我们就好起来 必须 你的 这儿小孩 小孩会当中想要主杀 要钓刀 快点把那件拜托去建调 这样就好了 所以这趋吉避凶千变万化 今天给各位阐述三节 各位希望能记住必有用途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本段节目由 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